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前面几集介绍安格尔作品的时候谈过 女性与女性同体的绘画 一直是安格尔最喜爱及重视的作品 除了介绍过的大宫女之外 还有几幅著名的画作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拳》 就是其中一幅非常知名的作品 这幅画是安格尔的得意之作 画中年轻的裸女 全裸矗立 向上的手臂 围倾的腰身 半曲的仙腿 拿着壶罐让水倒了出来 在深色的背景下 一个裸体的少女正扛着一个水罐在洗澡 她柔嫩的脚下是质感很坚硬的青灰色岩石 周围灵星的点缀几朵娇小的野花 从而烘托出一种安静纯洁的氛围 少女的身体呢 以米罗的维纳斯的姿态反例 同样与柔美的曲线变化 展现在眼前 成为这一幅画作的主体 人们的视线完全被少女的曲线所掌控 我们不仅注视着他们 似乎完全被他们包围 少女用两手扶持着左肩上的水罐 那清澈的流水正流过那玉雕一般的躯体 没有表情的脸上 现出一种纯洁无邪的神态 尤其是那双美丽的大眼 更充满了铜池 如泉水般临近 清亮 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 美丽柔软的身体曲线 使她的肌肉看起来更具魅力 充分展现了健康 自然 饱满 安格尔在画中将色彩的运用 非常的柔和而赋予变化 表现出清高脱俗和庄严树木的美 整个构图严谨而单纯 安格尔在这幅画中 把女性人体的美和古典的美 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出色地表现了少女的天真和青春的活力 因此被认为是西洋美术史上描写女性人体的优秀作品之一 有评论家这样评价全 他的美知已超出了所有的女性 他集中了他们各自的美于一身 形象更富生气 也更理想化了 安格尔自己曾经说过 我的创作在很久以前就只追求一种范本 就是产生在那个光辉时代的古典艺术 及其杰出的艺术大师们 拉斐尔为这一个时代建立了一个永恒不变的艺术美的领域 我感到一种我确实在用自己的绘画 证明我请全力模仿他们的倾向 并继续走他们所开创的那一条艺术的道路 法国19世纪重要的诗人 小说家戏剧家和文艺评论家 泰奥菲尔评价安格尔的时候说到 安格尔先生最伟大的贡献在于 他把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火炬抓在手里 并且不让他熄火 虽然有许多张嘴想吹熄这个火 持平而论 安格尔的确用心良苦 安格尔吸收文艺复兴时期前辈大师的写实技巧 使自己的素描技巧发挥到如火纯青的境地 这幅画早在1820年 安格尔在佛罗伦斯期间就开始创作 事隔36年 他76岁高龄的时候 作品才终于完成 有艺术鉴赏家认为 76岁高龄的安格尔终于在这一副拳上 把他心中长期累积出来的古典美 与具体的写实少女的美 找到了完美结合的形式 《权》这幅画是安格尔的得意之作 是安格尔所达到的艺术光辉的顶峰 《权》把古典美和女性人体的美 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出色地表现了少女的天真 和青春的活力 《权》也是西方美术史上 描写女性人体的优秀作品之一 这一集名画背后的小故事《权》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安格尔的故事 欢迎订阅Rudy个人工作室 大卫安格尔新古典主义专辑 我们有更详尽的介绍 也非常欢迎您开启小铃铛 并不要忘了按赞 谢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下次再见